GT-R 噗咪!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QCCS,我是 Hei Wei Seng! 今天我來帶大家看 BYD SEAL yn cette Mikko 1 你不在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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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乎! 哇,這樣多人啊! 你看,叫這個兩個人啊,做工,他們來這邊拍女子! 你看,拍女子,這麼多女子,你看! 來拍女子! 這兩個,你看你看你看,夾夾了拍我們了,你看! 你看,你看,啊,啊,啊,拍什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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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BYD SEAL它是一個C segment, sedan 其實多數人都講咯,BYD SEAL它就是拿來跟 Tesla Model 3,Fight 的一款車 可以試駕了,因為在裡面啊,那個 Launching 的那個展示台那邊,太多人了,現在就先試駕 哈哈哈哈哈哈 終於看到SEAL,哇,裡面冷冷那一位,沒有引擎聲 來吧! 耶,我們又來,再一次來到BYD 的這個新車發佈會! 哇,這個哦,上面它就跟 Tesla 一樣啦,就是玻璃天窗 啊,這個天窗它就不能開的! 看一下有沒有這個? 哇! 這個,它賣價是9萬! 這個,就是它的鎖匙! OK,好,我們馬上就開這個車上路體驗! 什麼東西大家也沒有玩到啦,其實! Signal 是右手! 哇,現在在這個地方試車,有一點點試不到的感覺,因為這邊都很塞車耶! 你喜歡它的攝影機嗎?因為下面是平的! 還好咯,我比較喜歡整個是圓的! 我一直以為哦,這些電動車,尤其是中國車,它是左手打Signal,但是這個很人性化啦! 叮咚,什麼東西哦? 哦,打Signal! 很好聽耶! 叮咚,它這邊有head up display 啦! 在玻璃上面,就是它透過這個反射看過去,好像那個號碼就是在中間,這樣子 嗨,BYD! 啊, I am very hot! 哇,那小姐講話的聲音很sweet 一下耶! 我sweet 還是它sweet? 你sweet! 還沒有調Sport mode啊,還沒有調Sport mode 它Sport mode應該是這邊可以調啦! Normal mode,Sport mode,啊!現在是Sport mode了! Sport mode哦! 我會暈,會暈耶我! 我會暈耶! 哇,超有力的! 可是我暈哦! 因為你沒有準備到,你要準備! 你要準備好! 你覺得它的駕駛是夠用嗎叻? 駕駛啊? 我覺得不夠哦! 駕駛我覺得不夠! 殘了殘了! 突發世界,突發世界! 殘了殘了! 突發世界,突發世界! 哇,它們往另外一個方向去耶! 對呀! 而且這就不在同一個路上 啊,走這些工廠的小路其實 它隔音真的不錯哦! 第一,它有力是真的 然後也舒服 不會覺得車太軟,但是 過泊那些,我又覺得它軟哦! 走這些爛路,又OK! 來,準備啊! 我暈! OK,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它的高路啊! 就是試一下看它邊桶的感覺 嗯,。 如何? 地球 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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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真的是···很安靜 它那個嘟嘟嘟響叮,就是因為我們 超過了這條路的時速 哎呀,你知道啦,有時候 高速度哦 它可以突然間轉60,一下又80, 一下又60,所以很奇怪了 現在我完全沒有時間去試它這些東西 我很想去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方式 嗨,BYD! - How is the weather? 啊,沒有網絡啊? 後面有一輛夾口 好像Type R這樣子,不過就算是Type R來哦,我覺得哦 它也是被我這輛丟的,因為我剛才 重腳油門一下,那個整個推背桿哦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強的! 整個感覺就好像那時候做GT-R900匹那個彈射起步的感覺啊! 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我覺得Tesla跟這一輛哦,有的好來耶! 哇,果然五百多匹哦,是真的是太足夠了,太暴力了! 在這個電動馬達的這個驅動下 是真的 你看啊,一踩它就來 來,根本都沒有遲鈍啊! OK,加贏會暈,就表示這個車腳是偏軟的! 但是我這樣子駕起來,額... 它又沒有軟到那種很軟啊? OK叻! 我覺得一踩油下去的那一瞬間,真的是會暈的咧! 你這樣是還沒有準備好,但是我是覺得... 應該是...就是有那種Tesla的feel哦! 我覺得啦,我覺得啦! 就這樣它的那個... 虧背感真的很強! 然後,一踩油下去,哇! 沒有看我剛才一直含暈嗎? 誒,我會暈的!誒,我很暈的!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那個暈暈的感覺啦,但是,Persentia是有的! 我的感覺是整個靈魂還在那邊,肉體是在前面了! 就好像阿豪這樣? 啊,對!阿豪也是這樣子講! 的確哦,這個Performance的那個扭力跟馬力真的是很夠! 我希望下次能夠試到真正的那個體驗! 就是可能,駕這個車一個五天! 五天我覺得就應該是足夠了啦! 就是體驗它的旅程,整個駕駛的那個感覺,出街啦,還是拿去買菜啦! 這個車到底實不實用啦! 這些都是需要長時間的去體驗,才能夠review出來的! 如果這樣駕一下子,只能夠感受到一下子罷了! 還有我們也要知道它的充電池最高,它能夠用哪一個kw的充電池 那些東西,這個我都是很好奇! 因為我本身講真的啦,我不是一個review電池的轉家! ok? 青菜汽車評論! 所以叻,我們只能夠一邊review,一邊學習! 所以我就會以比較普通人的方式,去駕駛這些電動車啦! 總而言之,就是有力! 有力,就是Approof!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它裡面有那個,它會一直動! 左邊,慢慢轉右邊,再轉左邊這樣! 哇!生氣都是累! 因為它沒有好手動調整這個冷氣出風口的方向,所以它是自動的! 哇!細節,細節,細節! 這個細節真的不錯啦吼! 我坐進來,整個就是我所掃到的地方叻! 你知道嗎?就沒有像,可能你懂嗎? 十多二十年前那種中國車的感覺哦! 它的質素又不適合這樣子啦! 它這邊翹起來,那種很低級的感覺! 現在,真的中國車有一點點讓我印刷到啦! 而且,有力才是重點! 這個不是演出版本的啦! 擺設! 我很喜歡它的擺,因為有珍珠的效果! 前面哦,就有空一個40L的空間出來 什麼都看不到,因為全部都被 包裝蓋完了啦! 只能夠放這個水燒的水 我感覺這個不是鐵叻! 前面的車頭燈,LED,然後下面叻, 就有這個點綴啦! 這個四個線條的車燈,應該是日光啦! 大大個的BYD logo在前面! 它這個門把叻,是吐出來的啦! 應該你鎖掉它,它是伸進去的! 上次我拍的那輛Jeku,它也是這樣子 如果你上鎖了之後,它是 系進去的啦! 你開鎖了,它就吐出來! 不是演出,馬力就比較低! OK,坐進來叻,因為是電動車嘛, 它也不用開動引擎 你坐進來,其實車子是已經是在啟動中 有引擎,所以我們就可以享受著它的冷氣啦! 因為電動車嘛! 電動車好就是哦! 你開始這車,它其實耗電量也不會很大 然後你又可以在車裡面吹冷氣,不怕重度! 因為如果你是電油車,低車車的話叻 你車開始的99那邊叻,就很有可能會一氧化碳中毒! 很多人就是車開始著哦,在裡面開著冷氣睡覺 就睡到明天就醒不來了啦! 所以,電油車哦! 其實開空間,在車裡面睡覺是絕對不可以坐的啦! Driverside跟這個前面的副駕駛哦,都是有這個電動調整 它這個電動調整,可以調很多東西耶! 這個是調椅背這一邊,就是這個部分啦! 它可以調吐上來一點,升進去一點,然後上面凹出來一點 我看一下啊! 這些是很多圖案的東西啦! 你看,你的Civic沒有叻! 你看,這輛電動車有! 前面這一邊,它就可以給你電動調整你的電話啦! 但是,不懂它的kw是多少,我相信它是慢充的! 剛才我們駕車,嘉穎有稍微玩一下哦,這個冷氣的出風口是在這一邊調的哦! 因為,你看哦!它這邊,它是沒有好給你調的! 有一點點跟Tesla相似! 沒有講誰 copy 誰啦! 因為這個東西,它也沒有專利的嘛! 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 所以這個也是蠻特別一下的啦! 這個水晶哦!剛才他們有強調,哦!我的gear knob 是水晶的! 也是看過去蠻特別的,因為我相信還沒有有車子是這樣子做到水晶的這個gear shifter! 車子其實,我就沒有講很喜歡啦!它的整個設計 可能是因為這邊,它平的關係! 平它是不要給你打到腳嘛! 但是你還是會打到的啦! 所以這個東西就要靠你們自己的車輪了! 那,它可以上下前後! 不過咧,就是manual的啦! 這個manual可以,因為manual is the best! 所以,你喬前來哦,就變成說你的腿就不會這樣容易打到啦! 這個是 approve 的! 我很喜歡它這邊,因為它這邊有很大的一個儲物 放東西的地方,而且這邊有那個可以charge 電話的! 它有Type-C,不只是USB,它有Type-C! 然後這邊其實,不只是這邊,你還可以放東西在這邊! CD啊,Keser! CD,你的頭低啦! CD! OK,它開 booth叻,這邊也可以manual開 電動的! 這邊,我們看他們給我們的數據是有400升 這個裡面 EV mode 2,充電器器 這種是家用式的! 哦,裡面還有這個 遮陽罩! 哦,這個有woofer耶,喂! 誒,woofer哦! 哇,OK,OK! 這邊是放那種化妝品啊,口紅啊,那些東西在這邊 是嗎? 是,OK好! 我沒有講,你們沒有發現到啦! 這邊,它是可以關 看到嗎?這個鈴鐺,Bumper的! 也是可以開,所以這個沒有講沒有人懂的啦! 其實這個皮,就稍微有一點滑 哦,後面門板哦!跟前面用的料哦! 是一樣的啦! 有皮,Algantara 哦,還有一個speaker,這個推特在這邊 然後後面還可以放一個小東西在這邊 Auto Sia Auto Sang 這個全景玻璃天窗,他們講有防UV啦! 然後也防熱啦! 但是窗,我覺得如果是我買這個車,我一定會用一個東西遮在上面 但是哦,這個其實哦,玻璃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你下雨啊! 你不會聽到那個鐵的聲音啊! 你懂啊,有時候下雨下很大的時候啊! 那個雨落在我們的車頂上面哦! 是很吵的啦! 這個,就不會吵! 因為它的玻璃是很厚的 然後,你也不用去花錢做隔音嘛!是不是? 哦,這邊也有哦!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Tair Direct的hook 勾東西的,因為為什麼它坐在這個B柱呢? 是因為它這個是有一點點,那種semi bucket 的概念啦! 你看嘛,這邊中間有一個洞 就是給那些4-point handlers啊! 那些可以穿過這邊,綁上去的啦! 因為這個車算是一般的sport car啦! 電動sport car! 所以你要下賽道叻,裝一個4-point handlers哦! 就可以了! 所以4-point handlers叻,它就沒有地方可以放Tair Direct的hook了啦! 這個應該是放手機的啦! 你看,放雨傘! 雨你頭啦!雨你這樣,不可以啦! 給你放手機啦!那些在這邊! 手機這一邊也可以! 哦,這個可以收的! 這個是什麼? 那個USB孔,躺下來就可以看得到了! 哦,哇! 誒,但是! 可以收起來的! 但是這個做到一點太低了!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啊,對,應該要放上面一點! 啊,老闆娘很會抱怨的! 哇,舒服! 看你停掉! 咳咳咳咳,開始了! 哇,安全! Nice! 像我這個180呢,其實車頂呢,就還有空間啦! 還有空間,180! 你180? 180! 啊,Isofix,撞嬰兒小孩子的安全帽! 64分離! 提的椅子! 然後花紋蠻多的吼! Badminton,多過Badminton! 它打油的地方,就是在這邊啦! 這個也是有快充電嗎? 有啊! 只要是它下面有多兩個就可以快充電的! 車尾燈,漂亮! 這樣,現在都是這種碗,這種貫穿式的尾燈了! BYD的logo,可以摸得到! BYDCO的logo在這邊! 然後它的,哇,看! 真的也是很不扎一下耶! 這個,還有這個叫什麼啊? Diffuser! Diffuser,喂! 原裝車就有Diffuser了,看到沒有! 這個表示什麼? 你來試試我看一下啦! 來啦!來啦! Type up! Hui! 哦!車底哦,它是平的! 這個後面,它是Multi Link啦! 不懂多少條棍啦! 前面它是Double Wishbone版,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它的Handling啊,應該是不錯的! 誒,沒有啦!我有駕咧剛才! 啊!是不錯啦! OK,這一個就是高配版,他們有人在用這! 這個也是高配版! 怎樣分高配版呢? 就是看這一邊! 3.8秒! 0到100,只用3.8秒! OK? 3.8秒!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多個了! 外觀還有內飾,應該都差不多是一樣的啦! 我覺得輪胎... 哇!這個很厚耶! 235,45,19 哇!19吋耶! 19吋! 真的沒有分別叻! 哦!其實它前面的窗,是雙面鏡叻! 雙面鏡叻! 它的好處就是它的割音比較好! 因為,你只要用手敲它! 你看,它是有差別的! 珍珠的效果! 跟我的指甲一樣耶! 全輪移動,就代表什麼你懂嗎? 代表GT-R-Puik! 啊!我們這個也是全輪移動! 一踩,真的是會感覺到 哇!它那個500匹哦! 是真的是有的! 啊!就是我們390kW啊! 你轉輪一下啦! 轉輪一下! 轉輪! 這樣我問你啦! 如果你有一輛修,你第一個時間你會改什麼? 我想一下啊! 因為... 這個輪胎,其實我也不喜歡啊! 因為它的圈圈這樣子哦! 不好看! 我會換到它的輪胎,然後我會改變它的鞋子 轉輪胎,我覺得一定要放大的! 不然的話,轉輪不到哦! 所以你會保持這個尺寸嗎? 再看怎樣先!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種電動車哦! 你換了它的尺寸啊,需不需要做什麼改動這樣子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一集 這個修,就到此結束啦! 我希望下次我能夠接到至少5天啦! 我覺得5天哦! 去體驗這個中國車BYD修 他們講可以跟Tesla比過的一款車啦! 它到底是不是比Tesla還要好叻? 還是大家所說的,哎! 中國車沒有一個好東西叻? 我是許惟勝,記得借我一輛修啦吼! 如果是人家看到還是什麼事? 還是兩nament打訪就不需要? 還是大家可以再調一下! 我們會參與的! 來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的 barbecue吧! 我們會有一個好東西! 我們會把我們的氪歹預先見我們的車 ogni家ised 我們會是誰! 好東西! 我們會認同一個了!